虽然在本周一,洛宪收获了自3月26日以来数量最少的确诊病例,但在接下来的周二和周三,洛宪的染病死亡人数分别暴增40人和42人,使死亡病例总数达到402人。 据洛宪卫生部表示,周三的42名死者中超过半数为老者与患有慢性疾病者。 此次疫情中,养老院等老年人护理机构成为疫情爆发中心,目前落线有205个养护机构出现疫情,确诊数达到1764例,其中有133名老年病患丧命,占落线死亡人数的33%。 截稿前,全县已有67000多人接受病毒检测,其中确诊病患占11个百分比,达到10496人。 与此同时,出现中共肺炎疫情的美国海军医疗舰仁慈号,周二公布下船撤离的116名船员中已有7人被诊断出感染中共病毒,并已被隔离治疗。 当局也强调,人员撤离将不影响对船上患者的治疗,目前仁慈号上有20名非中共肺炎病患。 新唐人记者王思义综合报道。